记者陈宜嘉台北报道,长荣航空与桃园市空服员之夜工会经22日下午于桃园市福利登国际大饭店展开第七次团体协商会议,重点仍继续讨论会晤假议题,并继续厘清桃空职工提出的团体协约草案条款内容。 就会晤假议题方面,长荣航空持续表达善意并更请劳方善进和平友善义务,愿意提供逃空职工会礼监事每人每月一次八小时参加礼监事会议,每年一次八小时参加会员代表大会的会晤假,每两个月一次劳资协商会议每次八小时会晤假。 此外,为举行劳资协商会议的月份,劳资双方一可依实际需求提出议程召开会议,资方将另考虑给予里监事每人每次八小时的会晤假,经过双方多次讨论后仍未有共识,故双方会后将在各自吸回讨论,逃空职工一将下次会议前提出对案,并列入下次会议优先议程。 长荣表示,4月开始,每月均与逃空职工进行团体协商会议,这次会议逃空职工所提团体协约草案条款内容以全数论述及厘清,下阶段将继续论述资方提出之团体协约草案条款内容并进入实质讨论。 长荣指出,在促进劳资和协的前提下已展现最大协商诚意,在公司曾以正常运作与合理可行范围内将会提出回应逃空职工诉求的对案,期盼双方能持续理性沟通。 本次会议也已约定下次前,商诚时间为12月5日。